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直播 那今天在指數方面呢 大漲了300點 那一下子就把昨天的開盤價給吃過去了 那甚至收盤價呢 創下最近三四天來的新高了 而OTC指數在這一波比較弱勢的這個格局當中 那昨天是形成一個中長黑拉回 可是今天呢 馬上就一根長紅 直接吃了回去 這個表現也還不錯 只是今天在OTC以及在加權的部分呢 都是亮縮的 都是亮縮的這個顯示什麼呢 表示大家信心還沒有回來 觀望的還是居多 我認為今天看起來盤面上架構這樣 但是起碼已經看到 初步的一個指紋訊號 那關鍵就是在明天跟後天 明天是台子期的結算 以及後天是凌晨揮答的法說 這個直接影響到台股 在AI類股的表現 以及後續呢外資會被回補台股 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最近看早盤呢 9點到10點如果台幣是趨扁的話呢 通常那段時間呢賣壓都不會太輕 所以你最好等到 你要買大型股 你要買全資股 等到外資的賣壓 當天要該賣的都賣一賣 賣壓出籠之後呢 你再去減 以當日或者是短天 兩天的這種盤勢來說 你要去找切入的買點 你會在大概 9點半到 甚至10點以後會 比較好 這個是在大型股 全資股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在OTC指數 2E指數呢 在昨天已經破了這個 今年9月的低點區 但今天又站回去 但整體呢 OTC呈現一個量縮下跌的一個狀況 這表示什麼 表示市場人氣一直在退 這狀況對於OTC來說 就比較差強人意 那最好呢 不管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大廠 最好量能可以先回來 表示說在起碼第四季 內資要願意去做 整個拉抬的一個狀況 以及呢 在集團股做帳的部分 都要有表現 那讓OTC的 這種中小型股人氣都回來 不能說都只有特定的 族群在做表現 這個 如果資金都集中在某些 特定族群上呢 這沒有辦法煽風點火 沒有辦法讓整個台股的 層要量能可以比較有明顯的放量 這最好是多點開花 每一個族群都有所表現 而且都各有題材 各自發揮 這樣子才可以呢 這個雨露均沾 否則常常是呢 A族群拉起來 B族群就掉下去 這樣不行 這變成就是可能 短衝或者是呢 短打的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 其實量能就會一直維持低迷的狀況 所以最好是多一些題材 這個狀況 那今天再跟大家講一下呢 這個幾個關鍵 最重要的一些題材 包括在CPU的部分呢 包括在CPU的部分呢 今天也好像要復活的一個跡象 那我們後續看一下 到底這些題材在最近的表現如何 那你如果還沒有加入谷克代夫頻道的 歡迎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禮拜二的晚上八點 就是今天晚上 等一下會幫大家做這個持股的診斷 記得在YouTube搜尋谷克代夫 那你就可以找到今天晚上直播的頻道 我們大概六七點左右頻道就會打開了 那直播就會先開啟 那你可以先在頻道下面打上你要問的這個問題 因為每一次都非常多的人掛號 通常你如果比較晚才掛號 應該就來不及排得到了 那你如果真的很想問的話 歡迎再傳LINE給我去做個詢問 選後的布局 有沒有看大家說 馬斯克壓對保了 壓對保之後到底是怎樣 就自動駕駛這一塊 結果現在新聞傳出來說 自動駕駛可能要本來從各州去規定 統一到全國的法案去做一個標準 做一個統整 所以這個對於特斯拉來講是非常大的利多 甚至還有花街企口認為 特斯拉的股價還要再漲四五倍 不是四五十趴是四五倍 這個我覺得講的是有些誇張 這四五倍也不一定講得準 但是總之就是說 這個對於特斯拉的自動駕駛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利多 好我們先看一下台股的部分 那今天算指紋第一天 接下來才是關鍵 禮拜三禮拜四 接下來台積電 不是台積電 台紫旗結算 以及禮拜四 回答的法說 那這兩天 如果都可以不再破低 甚至你看到外資的進空 如果比較有效的 做一個降低的話 那指數應該可以在兩萬兩千五百點 這裡指紋 所以有時候盤勢呢 你不要只光看一天 你起碼看兩三天 支撐壓力有沒有突破 有沒有跌破 那一周就可以形成一個趨勢 那台股呢 其實你以周線的格局角度來看 它就是盤整而已 有沒有 這邊已經一二三四五 五六周的時間點 幾乎都在這裡進行一個震盪整理 那在這個十月初的時候呢 一度破低 但是也拉抬起來 所以現在低點也沒有打 要打下去 高點也暫時沒有要過 高點要過的話要看台積電 那低點呢看起來是有守的 包括像最近的政府基金也委外耐鈔 準備要去做個進場 針對一些權值股呢 要進行互盤的動作 所以我認為指數呢 暫時還鎖在這裡 那危險的跡象呢 我會再提醒大家 重點要看什麼 重點當然就是要看美元 美元昨天在這個106.5之上 最高這個波段來到107 但是呢 這兩三天已經很明顯的拉回了 包括今天台幣盤中也是升值的 所以呢 外資今天在台股的賣壓 應該會減輕不少 那可想而知呢 後續如果台幣 有在繼續升值的一個狀況下呢 外資還會再回頭買台股 那這個時間點呢 你再去對權值股 大型股做切入 相對會比較安全 否則這個階段 如果美元維持強勢的一個狀況下呢 先以中小型股的操作為主 但是呢 美元也提醒大家 107左右 這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 如果107這邊都不回頭 直接上去 107 108 甚至109這樣往上攻的話 台股真的是要小心謹慎一些 而且呢 全球的金融資產 基本上要開始在大洗牌了 因為美元走強呢 這個也讓 第一個亞洲股市相對變弱勢 以及在商品的 這個走勢也會變得 比較 比較弱勢一些些 可是之前你看黃金那麼強 比特幣那麼強 那這些到底要不要去 重新做一個調整 以及對美債 這牽涉到非常多 所以 美元是全球資產 美元跟美債這兩個 是全球資產的定價之錘 全球的不管是商品 商品啊 股票啦 或是這個 所有的這種金融商品 最終都會跟這兩個 一個是 跟利率有關係 一個就是 無風險利率 一個就是貨幣 都最終會跟這兩個有關係 所以呢你看 這兩個的方向呢 會決定全球的一個 大的一個方向 而時間在呢 也跟大家說 這個地方不用再殺低了 109這個位置 好 那你看 聯準會都跟你說了 聯準會說 現在通膨不是重點 聯準會說 現在就業率 才是一個重心 為什麼 因為未來 越來越多的AI應用 一定會造成 失業率提升 你短短可能半年一年 看不出來 可是呢 時間一拉長 這個一定是會造成 我們失業率慢慢的往上 做個增加 所以聯準會未來 要注意的是在 這個失業率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在 美元指數到底 川普上任之後呢 會走強還是走弱 我認為是走弱的機率是比較大的 為什麼 川普要 把這個製造業都 拉回到美國嘛 因為美國製造 所以當然美元直接弱勢 這個是對於 工作機會回流回美元 最簡單 而且呢 最直接有效的一個方式 還去磕關稅 還去搞那些有的沒的 我覺得 關稅啊 那個要讓 這些工作機會 或者是利益 回到美國 關稅這個都已經是最後一步了 不得不發的這種欺傷犬 最後一招要打出來 才會打關稅 好 你沒事去磕人家關稅 那人家不會回 回頭也磕你關稅嗎 或者是我就轉移到第三地 西產地嘛 就很多變通的方式 所以關稅對於美國製造 或者是 這個 讓美國再次偉大 那不是一個最有效的方式 好 美元只要弱下去 這個很多的一個 金融的這個本質 它就會改變 而且是會很順利的改變的 所以我們 拭目以待 這川普上任之後 到底是會怎麼走 那昨天的美股就是呢 美超微在 這個 最後一天壓線了 因為它的財報最後要給出日期是在11月16 11月16 就剛好是假日 因為跟台灣有 時差的這個關係 11月16剛好是 假日 所以延到呢 禮拜一 也就是禮拜一美股的開盤 所以就是昨天啦 11月18 結果呢 美超微最後竟然找到了 有 會計師事務所願意幫他簽這個財報 所以呢 避免了下市 避免下市 那現在盤後呢 漲了16% 所以總之呢 大家看一下這個原因 之前就是因為 財報一直交不出來 也沒有人幫 幫他這個 做 財報的一個簽證 那我們看美超微的這個日線呢 短線這邊仍然是跌升反盤 那重點不是在美超微 美超微這個 真的是已經跌 今年都已經變成下跌了 今年開盤價都被跌破了 那重點是要看美超微的 這個 漲勢呢 會不會帶動資金再回到AI 甚至變成比較投機的一個狀況 所以相對連動的就是在今天晚上的揮答 揮答財報要禮拜四才公佈 但是揮答股價呢 可以發現 開始慢慢越往上 越來越墊高了 財報還沒公佈 那他上一次公佈 八月中 公佈財報的時候呢 也是下殺了一段 下殺了一段 但是呢 後續你可以看到 那個揮答就是慢慢爬 慢慢爬往上已經過了歷史新高 而現在呢 這上升的軌道也是持續 還沒有破壞 那包括說呢 在 這個 鴻海啦 廣達 還有在 Dale 的執行長 都在他的 個人的 這個 X上面 就揮出最新的鈔片 反正就是說呢 GP200他認為出貨是沒有問題 那之前 一直有說什麼過熱啦 然後 這個伺服器組裝不太順利的這個問題呢 那看起來都已經開始出貨 明年第一季呢 就有機會 放量 所以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在全子谷的動態 這兩天是不是就有直穩的機會了 包括在237鴻海 好 鴻海在200塊這邊相當於關鍵 好 這個比較大頸線大概是100到195這個位置 好 100到195呢 這邊整理大概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鴻海這個地方也整理了大概快兩個月 所以 這個 頭部呢 跟底部 快有這樣子一個時間對稱的狀況 所以鴻海 這兩三天尤其關鍵 就必須要守住這個位階 而2382的廣達呢 廣達的這個 底部區域是比較大一些些 頭部比較小一些些 頭部大概是形成了一個多月左右 底部是大概兩個 兩個多月 所以廣達現在也來到這種頸線的相對 關鍵位置 兩個圈子谷 鴻海廣達 都是進入這樣關鍵的一個 價位 那廣達的話呢 因為前天這個帶量黑K 比較不好看 前天的這個帶量黑K呢 它的高檔必須要 首先站得回去 那天外資是大賣的 那外資大賣呢 也不一定就真的是賣 對啦 不見得是說高檔 這個出現長AK 就股價就完蛋了 你看外資這邊也是大賣 大賣之後只穩一天兩天 上去了就沒事 所以要注意的是呢 大量的一個高點 後續有沒有站上 所以你在操作廣達這檔股票 你如果要比較穩的 操作的這種節奏跟邏輯的話呢 你等到站穩這個位置之後 你再進去偏多 那你如果要搶 再搶一些價差 要搶快一些的話 就是在頸線這裡 但頸線這邊有沒有手穩呢 還不確定 因為今天還在盤中破低點 所以鴻海廣達一直跟大家說 這個位置啊 11月中這個位置 盡量去調節一下下 因為今年已經從 這個9月中開始 已經漲了 兩個多月 漲這麼一大段上來 240這漲了快要三分之一啊 如果從最低一點起算 漲了快三分之一 那你如果從中間上升的話 也有個一兩層吧 那一兩層底部漲這麼多 那難免會遭受到這種條件的賣壓 它又是大型的全資股 所以呢 第四季的話我認為 你如果要 比較有爆發力的績效呢 中小型股 我覺得是一個首選 那尤其最近一期 新推出的一些題材 那我們看 在這個美股的走勢呢 你事實上可以看得出來 台股 隔天會去怎麼做反應 那昨天呢 就是在 川普啊 為這個自駕車呢 將要 開大門 直接法令要在全國統一啊 有這種自駕車的 聯邦法規架構 將要上路了 所以台廠的供應鏈 今天都有一些表現 但是台廠供應鏈呢 直接有 受惠的事實上不多啦 因為自駕車那是 特斯拉自己在研發的這種 軟體系統 那它的道路 的大數據收集 也都是在美國 這哪也輪到台灣 台灣來分一杯羹呢 所以台灣比較有 稍微有關係的 就在自駕車硬體 尤其在鏡頭的部分 301就有啞光 可是你看啞光今天有漲 漲停嗎 或者今天有表現特別突出嗎 當然還好 啞光的部分呢 仍然在 這個 這兩個月的底部區域 做一個整理 而在 八九月份的時候呢 它上面的這個壓力 是比較大一些些的 所以後續到底 自駕車這一塊台廠 能不能夠吃到相關的 這個紅利呢 我覺得要再觀察了 3665茂里亞 這個最純正的特斯拉概念股 那今天也是大漲 這個沒有話說 可是今天像漲到一些 其他很奇怪的那種股票 好久沒有動的 那底部突然來一根 或者是呢 跟特斯拉可能是在做這個 汽車硬體相關的 跟自家車事實上 扯不太上關係的 這也算是特斯拉概念股 可是今天漲這一些的股票 我認為 你可能就要小心明後天的 隔日沖或者是短線的賣壓 因為這個沾上特斯拉的題材 來短打一下下 可是呢 事實上他的營收 他的獲利有沒有受賄 事實上可能是沒有的 我覺得這個大家要好好做一下功課 不是特斯拉一大漲 所有的特斯拉概念股都要跟著漲 沒有這回事啊 因為 車子做硬體我跟大家講很久 就是現在已經做硬體 主要大宗是在中國大陸 那你如果做車子硬體 或是導線架這些等等的 反而你要去看陸系的電動車 有沒有再做一個回溫 那所以軟體的部分 台廠這邊吃得到是比較少的 好 所以這個車蓋骨的部分呢 大家這個去注意一下 那另外就是 今天在矽光子的部分 也有所表現 像是3363的上全 上全在解禁之後呢 今天直接拉了漲停 他破了10月的低點 然後呢 10月中的10月底的低點 今天拉出了漲停 可是你看 今天同樣拉出漲停的3081聯亞 聯亞這個也還在處置當中 聯亞還在處置當中 那你比較一下呢 聯亞跟上全 兩張股票 哪一個是比較弱勢啊 上全是已經跌到這個地方 聯亞是 還在整理區域 又到區間底部 所以矽光子現在呢 跟大家說 進入這樣子一個盤頭的狀況 頂部呢 你不要去很積極的追多 那底部 你如果是買在頂部的 底部也不要去亂砍 以聯亞跟聯軍的狀況是如此的 可是今天既然 由最弱勢的上全呢 開始去往上拉 你不覺得這個有點太 節奏不太對嗎 3363上全 上全是這一波已經回到季線以下了 才往上拉 他月線還壓在上面 那今天是拉最弱勢的上全去做表現 反而你看一下其他的 除了聯亞跟上全之外呢 3450的聯軍 聯軍有大漲 沒有啊 這才漲3.37% 這個是 因為上全今天漲停嘛 但因為他一出關就漲停 他量能也不夠 才5000多張 跟前面這種兩三萬張比較起來 他的這個成交量不夠 成交量不夠意思就是說呢 這整個族群啊 資金到底今天有沒有往這邊去跑 如果市場上面內置的資金呢 很大一部分是往CPU去跑的話 那照理說這個族群今天 應該要很多檔 拉出漲停 或者是大漲的一個狀況 而且要是量真的 因為今天大盤的氣氛算是不錯的 大盤氣氛不錯的話呢 事實上那支主力呢 就可以趁勢的去做一個拉抬 所以今天的 你看除了上全跟聯亞之外 350聯軍 量能一般般 也沒有大漲 4979的華星光呢 漲幅算還不錯了 在4% 快接近5% 可是呢 量能也是一般 然後呢4979的重打 4977的重打 大概收漲2% 量呢也是一般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呢 因為今天大盤整理量縮的關係啊 所以呢 現在題材變得比較分散 那CPU這個已經 講很久的題材了 講兩三個月左右的題材了 那這個時間點啊 要在一次的這個 拉高 過高往上走呢 確實有難度 所以呢第四季通常會建議大家呢 你去找那種比較新的題材 比較新的題材就是什麼呢 就我跟大家講了一個禮拜的 那個BBU 反正就電池供應的 電池備源供應 它也不算是一個很厲害的技術 反正就UPS把它用在伺服器上 AESKY呢 800塊目標價已經到了 那現在也有外資把它上調到1070塊 還是1080 那AESKY呢 處置當中還可以再持續創高 這個籌碼都被鎖得非常乾淨啊 有沒有大戶200張持有8成以上 越漲 反而散戶越丟 越丟籌碼就越鎖住啊 3211的順打 處置當中 它的200張大戶也是 這一下子暴增了快10%以上 那包括呢 外資也在買 投信 投信等一下給大家看 借券空單 大家有沒有看到 借券空單在昨天突然 還了非常多啊 空單出場就是做 反正就是做多的意思啊 空單一天之內就補了這麼多啊 這借券空單已經是創多久新低呢 創9月以來的新低吧 本來前面往上漲的這一段 空單也進來補了非常多 這邊其實它是有邊拉邊鎖單的 可是呢 現在一天之內把它全部補掉了 幾乎了 把這邊的空單全部都要補掉了 而投信呢也在做個進場 投信也在進場 主力捐商也在進場 只是因為最近 處置當中 處置當中的話呢 投信法人就比較沒有辦法去 去做一個持續性的買入 所以呢 這兩檔是BBU的指標 另外像一些比較小型的 6558性能高 這成效量就真的太冷門了 前面真的很冷門啊 那現在開始量放出來 有幾千張一萬張啊 這兩檔類似啊 加白率性能高都是一樣 這幾天才這個放量出來 真的這種小型股 成效量比較冷 你要注意一下 它這量能通常都做出來的 這一量縮的時候可能也會有流動性的問題 那只是現在如果量多的話 就比較多人會去衝它 所以很明顯看起來呢 最近的這個量能比較 跟這個10月底比較起來 BBU這個族群是很明顯資金有進來的 像這個CPU啊 或是像這個台積電供應鏈 那量能可能就跟10月底差不多 甚至還衰退 所以 如果底部呢 你發現同一個族群 資金開始從底部 開始有往上增加的話 那這個就非常有可能 會是第二季的一個助軸 好 這個給大家參考一下下 好 所以如果要跟著我們一起佈局 也歡迎呢 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或者是打下面 0800-668-568的電話 我們每個月呢 也會統計績效 那現在改成一季 跟投信一樣 那否則呢 有一些標的我覺得不錯的 那可能會反覆的操作 所以大家如果要看我的標的 可能要等到季底 你如果是看戲的話呢 那你就每季再看戲一次吧 9月份 績效31% 單比累加 累加起來 10月份的累加 8.55% 那這個月其實也做到一些 不錯的標的 那等到季底呢 再跟大家公佈 那都是最近比較新的題材 那不是過去兩三個月的 這種題材的標的 那我覺得在 第四季呢 仍然是非常有機會 那關鍵就在這兩三天 結算過後 如果台紙期的空單開始 比較明顯減少 而美元呢 也開始走 變得比較偏跌勢這樣的狀況 那我覺得外資的基金 應該要開始回流 起碼外資不要再賣 外資不要賣 盤勢能夠穩住的話呢 那我覺得 在中小型股的 這個內資大戶 就會開始呢 在第四季做這樣子一個 坐駕 以及集團做這樣的行情 都會起跑 所以大家觀察 密切注意這兩三天 好我們看指數的部分呢 現貨外資續賣沒有錯 那統計到昨天 續賣了 近20天賣了1000多億 那不過期貨進空單呢 今天又補了 3000多口 先只剩下4.3萬口了 4.3萬口呢 如果到結算過後 可以再往下降 就明天盤後的籌碼 大家看一下 如果再往下降的話呢 那我覺得這個就 真的不錯 開始有指紋的跡象 起碼呢 先指紋 不要再續跌了 那如果未來可以 順利再上23000的話呢 那第四季我認為行情仍然是非常有機會的 所以你不要只看一天兩天 我們等一下再給大家看那個圖 籌碼的部分先看完 好那散戶多空沒有太大的變化 融資呢 也跟著砍 融資最近也砍了一波下來 這個就 籌碼比較安定一些些 所以明天結算呢 支撐應該會在22500點 昨天夜盤 期貨的部分甚至打到22350點以下 但是在夜盤的時間點呢 已經迅速就站上這個位置 那今天更是衝到23000啦 不過23000之上這個壓力 然是蠻大的 所以明天呢 要一次撞過去是比較困難的 那我也認為讓他稍微試度休息一下 讓空單有可以補的機會 這個就是醞釀下個月份的多單 那重點在波動率的部分呢 這兩三天雖然稍微高一些些 但是今天又掉下來 今天又掉到24以下 所以盤式呢 事實上沒有太特別避險的這個狀況 那大盤的走勢呢 就是我每天畫這個圖 有時候貼有時候來不及貼 但是我都會每天持續畫 我畫這種線很明顯就是呢 它並不是一個暴跌的走勢 如果暴跌走勢呢 是起碼昨天下殺這一段 昨天下殺這一段其實一度有點危險的 這邊如果一直一路再往下殺 這邊就危險 否則如果這種來來回回的形態呢 漲一下跌一下 近三退二 近二退一這種漲漲跌跌 通常它不是暴跌 這種只是盤整偏弱 那甚至你拉長一點時間來看呢 它是不是都在整理區域 就只是盤整而已啊 那現在盤整呢 連一半都還沒到 還在偏下緣的地方 上緣是兩萬三千八百點 所以在第四季呢 尤其進入到十一月底十二月 我認為還是有機會再往上 再一波的這個走勢 那23800以來這個下降壓力呢 也開始去做一個越過了 所以呢 你看到底盤勢是不是轉弱 你不要只看一天啊 你只看一兩天 我們兩天大概會形成一個短波段的趨勢 那一週呢 就會開始形成一個比較中期的走勢 上一週確實常可以拉回 可是這一週呢 禮拜一表現平平 禮拜二 今天直接是過了禮拜一的這個開盤假 所以明後天相對來的重要 所以大家持續的鎖定我們節目啊 那如果要掌握年底的行情的話呢 也歡迎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可以打下面0800的電話啦 或者是直接再傳訊息過來都可以的 好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喜歡我們股客大夫的朋友 記得在YouTube頻道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記得加入官方LINE 鎖定我們的投資關鍵訊息喔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